中超联赛继续进行 深圳队对阵河南松山龙门 经过全场比赛争夺 深圳队凭借全队的出色表现 最终以2比1击败河南松山龙门 取得新赛季开门红 除了精彩的对决外 比赛中还发生了非常搞笑一幕 上半场第三分钟 河南松山龙门后场抢断发动反击 樊博轩后场协长传 河南松山龙门后场抢断发动反击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